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智库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将探讨以色列在加沙的城市战术 这对北约军队提供了宝贵的教训 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揭示了许多北约军队 在城市作战中的准备不足 尤其是在步兵牌配备火力方面 尽管以色列国防军在使用新武器和战术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 但英国军队和其他欧洲军队在装备和资金方面的不足 使得他们难以复制这些战术 此外,我们还会深入探讨加沙谈判的进展 领导人的意图 以及美国国务院的政策失败如何影响中东局势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本文的来源包括 Yohu US、CSIS和Foreign Policy等权威媒体和智库 这些来源详细讨论了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 给北约军队、国际外交 以及美国国内政策带来的重要启示和挑战 以色列在加沙的城市战术 提供了北约军队的宝贵教训 以色列国防军IDF通过装备布兵牌尽可能多的火力 以小型攻击无人机和反坦克导弹为代表的新式武器 成功应对了加沙复杂的城市战斗环境 这些战术不仅适用于以色列 也为尚未准备好应对大规模城市战争的北约军队提供了重要参考 IDF在加沙的行动揭示了一个痛苦的事实 及许多北约军队在城市作战中准备不足 根据英国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 RUSI第一项研究 IDF在新武器和战术的适应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 例如为战术单位配备导弹和无人机 而不是依赖传统的飞机和火炮支援 然而英国军队缺乏设备来复制以色列的战术 装备不足和资金短缺的问题 普遍存在于冷战结束后缩减规模的欧洲军队 甚至一些美国专家也担心美国陆军的城市作战能力 尽管美国军队的装备和供应远比其北约盟友丰富 从2003年的费鲁节到2023年的巴赫木特 城市战斗已成为迅速城市化的地球上的固定特征 因此北约军队自然会研究 IDF如何在加沙的迷宫般的街道和高楼中与哈马斯作战 与西方军队一样 IDF最不希望在城市中作战 因为建筑物和瓦砺为防守者提供掩护 阻碍装甲车辆并妨碍空中力量和火炮 加沙还有一个额外的挑战 哈马斯用来储存武器和进行突击的庞大隧道网络 以色列甚至为这种作战形式创造了一个术语 毁灭性地形战 以色列的空袭将许多街区移为平地 地面部队随后进入 这种战术是造成大量巴勒斯坦人伤亡的主要原因 对于一个1000万人口的小国以色列来说 这是一个特别具有挑战性的环境 因为它对士兵的伤亡非常敏感 其中大多数是预备异军人 有效的战术之一是为低阶单位如排配备小型攻击无人机和反坦克导弹 Russi表示配备这些系统的单位可以监控更多的城市地形 并在战术行动中进行精确打击 由于哈马斯藏身于估计450英里的混凝土隧道中并进行突袭 IDF发现同时清理地面和隧道是必要的 加沙的高层建筑对哈马斯的帮助比预期的要少 因为驻扎在上层的战事视野和设计有限 但高层建筑产生的瓦力却阻碍了攻击者的坦克和步兵 根据Russi的说法 加沙最大的教训是火力在城市战斗中的重要性 使得为战术单位配备尽可能多的火力变得关键 城市作战往往由小单位进行 活力在决定加沙战斗中的主动权方面 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IDF单位在响应性和有机致命性方面的优势 使哈马斯发起攻击的代价高昂 并阻止了哈马斯集中其力量 另一个教训是防空的重要性 建筑物不能对空投弹药提供显著保护 而空中力量的存在也阻碍了敌方的机动能力 空中投放的弹药重量超过任何火炮系统 能够从中等高度进行精确轰炸 这种能力在乌克兰冲突中也有体现 然而以色列的战术并不总是适用于其他冲突 例如哈马斯没有火炮和电子战能力 来干扰以色列的无人机和通信 哈马斯的战事数量和装备有限 这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情况不同 在国际外交方面 CSIS的分析指出 加沙停火谈判面临挑战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和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 辛瓦尔在继续战斗中看到了更大的利益 内塔尼亚胡认为 以色列军队正在削弱哈马斯 而美国的支持使得以色列免受报复 他在国内的右翼联盟保持一致 尽管面临人质问题的压力 但他曾在类似情况下抵制过这种压力 辛瓦尔则认为 当前的破坏有助于巴勒斯坦事业 他将继续战斗 杀死尽可能多的以色列人 并认为这是为了长远目标 外交政策的文章则指出 美国的加沙政策已经失败 以色列在德黑兰暗杀哈马斯政治领袖 伊斯梅尔·哈尼耶 引发了广泛的猜测 认为美国参与或默许了这一行动 这种看法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 拜登政府被指 未能有效利用外交杠杆 来遏制不断升级的行动 反而让内塔尼亚胡决定 美国是否会被卷入 另一个灾难性的战争 国务院内部的专家 多次警告 无条件支持以色列 既是道德上破产的决定 也是直接违背美国 在该地区利益的决定 局势恶化 不仅威胁美国在中东的地位 还增加了对美国安全的威胁 综上所述 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 不仅在战术和装备上 给北约军队提供了宝贵教训 同时也对国际外交 和美国国内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各方需要从中汲取经验 为未来的城市战争 和外交行动做好准备 以避免更多的伤亡和冲突升级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 为北约军队提供了宝贵的教训 首先 以色列在这些行动中 展示了城市战的最新战术 如利用小型攻击无人机和精确导弹 这些创新不仅提升了地面部队的火力 还让他们能够在城市战中 更有效地对抗躲藏在隧道和高楼中的敌人 根据RUSI的报告 这些战术使得以色列能够在复杂的城市环境中取得主动权 并有效地削弱哈马斯的反击能力 这对于尚未做好充分准备的北约军队来说 是一个重要的学习机会 大家好 我是谢琪琪 楚天书 你说的听起来像是一场战术展示会 但实际上这些教训是血和泪换来的 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并非什么宝贵的教训 而是一场人道灾难 根据联合国数据 这些行动造成了数万巴勒斯坦人的死亡 和无数家庭的破碎 无人机和导弹可能在战术上有效 但他们对平民造成的伤害也不可忽视 这样的教训只会让北约军队陷入更多的道德困境 和国际批评 谢琪琪 你这么说就好像北约军队永远不会面临城市战一样 现实是 从费卢捷到巴赫木特 城市战已经成为现代战争的一部分 北约军队不能选择不学习如何在这些环境中作战 以色列在加沙的经验尽管残酷 但提供了必要的数据和战术创新 使得其他军队能够更好地应对类似的挑战 这不是在忽视人道问题 而是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在保护平民的同时提升军队的作战能力 楚天书 这个平衡点听起来就像是拿人命去做实验 战术创新固然重要 但不能以这么高的代价为前提 以色列的行动确实展示了一些有效的战术 但同时也展示了什么叫做人道灾难 加沙的例子告诉我们 单纯依靠火力和技术无法解决问题 反而可能加剧仇恨和暴力 与其学习怎么在城市里打得更有效 不如学习怎么避免这样的冲突 这才是北约真正需要的教训 谢齐齐 你说的避免冲突当然是理想的目标 但现实中有时候不得不面对战争 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 揭示了现代城市战的复杂性 从隧道站到高层建筑的战斗 这些都需要实地经验和创新技术来应对 以色列的经验至少提供了一个实际操作的案例 让北约军队可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提高自身的应对能力 这在未来的战争中可能会挽救更多的生命 楚天书 你一直在强调战术和效率 但忽略了这背后的道德和人道问题 以色列行动的教训如果只是让北约军队更快 更有效地摧毁敌人 那我们只是在复制更多的灾难 真正的教训应该是如何避免这样的情况 如何通过外交和政治手段解决冲突 而不是让战争成为常态 否则 我们只是在无休止的循环中 制造更多的苦难和痛苦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